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来到天亮十分之正论天下 我是张天亮 今天是2020年8月4号 这两天抖音这个事成为 很多媒体讨论的一个热门的话题 在上个礼拜六的时候川普就说他当天最早就可以 就是在上个礼拜六的时候 就禁止抖音在美国的运作 但是因为抖音准备把自己海外部门出售给微软 所以川普可能是接到了微软的电话 然后现在川普准备给抖音45天的时间 如果在45天之内抖音能够找到一个美国的买家 川普很有可能就不会再禁止抖音 这个事当然就是说川普这么一说 对于抖音在美国的这种出售是非常不利的 因为大家知道你必须在45天之内卖走 所以说这个时候人家就可能有意的会给你压价 这个我觉得是让中共那边也非常的恼火 胡锡进就发了一篇文章 这个文章里面讲他说 美国禁止抖音是因为美国的常规竞争力 变得越来越弱的一种表现 他就说如果美国像微软这样的公司 能够开发一个比抖音还牛的软件 把抖音灭掉不就完了吗 所以他就觉得说 由于美国无法开发出这样的软件 所以才借用美国政府的蛮力来迫使抖音 退出美国的市场 这种说法我觉得是 非常的具有误导性的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美国其实对于外国公司 在美国的市场运作相对来说应该是公平的 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 抖音在美国的用户是多少呢 大概是不到5000万 那么有一个用户数超过抖音10倍的App 就是Telegram Telegram它的开发者是 俄罗斯的兄弟两个人 Telegram在全球有4亿的用户 所以在美国也有很多人用Telegram 但是美国并不会因此就进这个App 这个道理很简单 美国它是一个倡导公平竞争的市场 如果你不对美国的国家安全造成威胁的话 其实你进来不进来美国人是无所谓的 如果你真的 开发了一个很好的即时通信软件 比如说像日本开发的LINE 或者是像 我刚才说到那个Telegram 俄罗斯开发的Telegram 美国它是没有问题的 其实美国禁止抖音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 抖音对于美国的国家安全造成了威胁 就抖音本身来说 它并没有什么技术含量 大家可以看到抖音 其实就利用了两点 第一点就是 抖音它是一个短视频上传分享的这样一个社交性的媒体 那么它对视频的限制数大概是在1分钟60秒 可能短的话可能30秒之内 这个东西它其实是 说起来我觉得是现代人类的 注意力集中的程度变得越来越退化 就是现代人对自己这种 注意力的控制越来越退化是有关系的 随着网络的发达 这个信息变得越来越碎片化 这个时候人也就变得越来越难以集中精力 进行一些严肃的阅读和思考 那么这样有些人比如说 如果你要看Facebook你就知道Facebook它是靠 大家比如贴一些贴文可能会贴一些照片 但是很多人越来越不愿意去阅读文字 于是就有了Instagram Instagram就是分享照片 然后YouTube它是可以分享长视频的 那么在抖音上它就可以分享短视频 因为现代人越来越希望能够 迅速的能够得到对大脑这种神经的刺激 这个短视频每一分钟就可以给你一个新的刺激 实际上我觉得这是一种社会 对一个社会来说其实是蛮可悲的 因为一个社会的人 如果他不能够集中精力进行阅读和严肃的思考的时候 他的这种 分辨能力就会越来越下降 那么这个时候这个社会 就很容易被少数的精英所操纵变成一个极权社会 但这个问题并不是我们今天讨论的问题 我想说的是抖音的出现本身 其实是 面对着这样的一个社会环境产生的这样一个APP 这是第一点 就短视频本身来说的话它其实是没有任何技术含量的 社交媒体本身的这个技术含量现在也很低 任何一个大的公司它如果想做一个社交媒体的话 它是可以做得出来的 关键的问题是 你做完了这个社交媒体有没有人用 你看那个Facebook在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之后 谷歌也曾经想做一个社交媒体 大家知道那个Google Plus 我不知道现在还有多少人用这个Google Plus 我印象中好像是2006年还是2008年的时候开始这个Google Plus出现 也可能是2010年我记不得了 但是我 还注册了一个Google Plus的账号 但是很快就把它给 abandon了 就是你很快就把它放弃了 因为什么 就是因为大家都已经在这个脸书上 脸书已经把这个市场份额给吃光了 已经 所以Google Plus并不是说它的 技术不行 而说它没有把这个生态做起来 这就像我们之前谈到的 就是像这个 智能手机一样 并不是说微软开发不出来 这个 一个很好的一个很稳定的手机的 OS的平台 操作系统 像微软的 就是原来的这个黑莓公司他们都有自己的OS 但是它生态做得不好 它没有iOS或者是Android这样生态做得好 所以才造成就是他们没有办法抢占市场份额 所以我想说TikTok或者是抖音的出现 它本身的话是因为两个原因 一个是它 抢占了这样的一个在这样的一个社会环境下 人看短视频的这种市场需求 第二的话就是说它开始占据整个市场 它把这个生态给做起来了 我觉得这就是它 两个东西它没有什么特别高的技术含量 你说美国人做不出来 我不相信这一点 所以美国人他进TikTok 它主要的原因是出于国家安全的考虑 我不知道多少人曾经听说过美国有一个公司 叫做外国投资委员会 这个外国投资委员会在70年代的时候就有了它的雏形 然后在80年代90年代2000年的时候 不断的由于国土安全问题 然后把一些人派到这个机构里面去 干什么呢就是专门审查 外国在美国的投资 在2005年其实是中共加入世贸之后吧 中共不是越来越有钱了吗 就开始在全球收购 那么对于那些 关键性的战略资源 在这个收购方面的话 美国对中共的审查是非常严的 在2005年的时候有一个中海油 就是中国 海洋石化公司还叫什么 中海油吧简称 它当时要收购美国第九大 石油公司叫做UNIQ 当时准备把 报价已经给了 然后准备让外国投资委员会审查的时候 当时美国国会两党议员联合通过提案 要求把这个收购再延迟120天 这样给美国足够的时间 来审查这个收购对于 美国的国家利益是不是造成威胁 后来中海油就 退出了这个竞争 所以这个事情就没做成 我想说的是这个事它不是一个个案 当中共在美国想要进行某些收购的时候 对于那些关键性的项目 其实美国的审查是非常严的 这种审查并不是针对中国 所有的外国投资 美国都要审查 但是中共的这些 收购很多过不去 在2018年的时候 1月份还有一件事 当时中国有一个 财团 中资的财团 想收购芝加哥的证券交易所 我们知道像纽约证券交易所 伦敦证券交易所 都是比较大的 证券交易所 是吧 当时在芝加哥也有一个 芝加哥证券交易所其实对美国的整个证券市场来说 它的份额特别小 大概只有0.5% 但当时中共要收购这个证券交易所的时候呢 被SEC给拒绝了 SEC就相当于美国的这种 我也不知道应该怎么说 SEC 应该是Security Exchange 相当于对证券管理的这么一个委员会 他们就直接就把中共 收购就给毙掉了 不让它去参加收购 就是因为有很多方面的国家安全的考虑 那么对于抖音进入美国的话 我想 这方面美国的考虑肯定也是很厉害的 因为 抖音如果进入美国的话可能面临着两个问题 第1个问题就是抖音后台的操作到底是由谁来控制 你哪怕说比如说抖音已经卖给了微软 然后这个后台操作呢 如果还是同一拨人 在这个推送算法上 再能够看到这个后台的那些统计数据上 如果还是同样一拨人的话 那么这个本身 就跟它 有没有卖给微软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了 就是说 你虽然名义上是一个美国公司 但实际上是一群中国人在后面操作 那么它就有可能把这样的社交媒体 武器化 英文的话叫做weaponize 就把它变成武器 因为在这样一个时代我们都知道社交媒体 对于人的这种 比如说在投票的时候投谁的票啊 包括人对某些政治问题的看法等等 那么它都 在选择性的推送给你一些视频或者一些资讯的时候 它都能够克制化 针对你 某一个个人 然后向你推送某些东西 潜移默化的改变你的政治观点 所以这方面我觉得美国是肯定有 担心的 就是你虽然被 微软收购了但是后面运作的团队还是那一群中国人 这个我觉得是 美国首先应该防范的 6月份的时候当时川普总统在Tausa 大家知道在Oklahoma 举行了一个 就是rally 相当于一个群众集会 结果当时就是TikTok 就是这个抖音 他们由于发起了几百万年轻人 说我们要订票 但是呢我们不出席 然后就是结果造成 川普演讲的时候整个那个二层的看台 几乎是空的 就非常难看 这就是TikTok在影响大众然后让 很多美国的左媒 左派的媒体可以嘲笑川普 就有了这么一个借口 所以川普对于TikTok 本身就是对川普 个人的恶意我觉得它是 心知肚明的 所以我觉得这是第一点 就是说当一个 公司被美国公司收购之后的话 你的那个核心技术团队到底是哪来的 这是一个问题 还有一个问题的话就是说 即使TikTok被美国微软收购之后 那么你原来的那个App 里边是不是真的有木码 是不是真的有那些恶意的软件 这个其实也是一个 非常值得怀疑的 我这么说并不是讲阴谋论 因为我们在过去曾经看到过一个 让我们可以说惊掉下巴的一个事情 是什么事呢 大家知道我们曾经有一个 即时通信软件 大概现在全球也有 我不知道是几千万还是几亿人在用 就是那个Skype 这个Skype原来它是一个独立的公司 它自己有一个公司就叫Skype 2011年的时候被微软收购了 在Skype被微软收购之前它是独立运作的 那也是一个美国公司了 结果这个Skype 在2008年的时候当时香港 大家知道那个李嘉诚 他不是有两个控股公司长江实业和合计黄埔吗 当时这个李嘉诚用这两个公司控股 跟其他别的公司合作包括Skype 就开发出来一个 给中国用的版本的Skype 叫做TomSkype 大家可以去搜一搜就搜到了 TomSkype Tom就是T-O-M 这个TomSkype 2008年的时候刚刚有TomSkype的时候 大家就发现TomSkype里边是有 监控软件 就是有意的把Skype的那个 软件拿过来之后植入了这种监控软件 然后对中国大陆的使用者对他们的信息进行过滤 然后对他们的信息进行监控 而且就是网警直接在监控 2008年的时候就有这样的 就是报告 然后到2011年的时候 这个Skype就被 这个 微软收购了 那你放心了是吧 微软这么大一公司的话 总不至于跟中共合作吧 没有 到2013年的时候美国西莫基格州大学 有一个计算机科学系的研究生 他发现 TomSkype还在继续做同样的事情 还是在监控中国大陆人 所发的信息 然后交给中共的网络警察 这些东西都不是我这么乱讲啊 我可以把这个相关的link都贴出来 2008年揭露那个TomSkype 就是李嘉诚那个 那个公司控股的管的那个Skype 给中国大陆用的 那个是纽约时报的报道 里边有监控 2013年的时候也是一个 技术公司它的报道 就是说有监控 然后呢更可怕的是2010年1月份 也就是今年的1月份7个月之前 英国的卫报 还有一个关于Skype的报道 说有一个人在北京工作 那个公司就给他一个username跟password 就是用户登录的口令 只要你用这个账号登录之后 他就可以在北京想听谁的Skype 上面的 这种对话 声音语音对话就可以听得到 这个是英国卫报的一个报道 他说那个东西很简单 在Chrome上 大家知道那个浏览器 Google的Chrome上面 加一个App 完了之后就可以听 他想听谁听谁的 这个是很可怕的事情 你不要以为说Skype它是微软的 然后它就可以 就是说它就完全按照美国公司这种方式来运作 它里边可以加很多很多东西 然后让 中共去监控 用户的通信 所以我想说的是 即使TikTok被微软收购的话 我们真的不能够因此就放心了 就说说它这个 已经是一个美国公司的软件 是非常合法 不会监控我们 所以我觉得我强烈的建议 或者是呼吁川普或者是国会 一定要通过行政命令 或者通过国会的立法 要求TikTok要把所有的原代码公开 只有这样的话你才可以让一些专家去分析那个里面 是不是真的有木马 因为微软这个公司 它是 就是它的那种封闭性 臭名昭著的 因为它的operating system 就是它的那个操作系统 原代码是从来不公开的 它不像 Unix或者是Linux 像这种 就是基于Unix Core的这种 操作系统的话 它的原代码是公开的 但是 微软的操作系统从来不公开 然后它软件的原代码从来都不公开 这样的话你就永远都不知道 它到底在里面做了些什么 所以呢我想说的就是 这个微软 如果真的收购TikTok的话 美国绝对不能够因此掉以轻心 我觉得美国国会或者是那个白宫的话 应该给 这样的收购增加一个 附加的条件 就是一定要TikTok公布它的原代码 我觉得这个事的话呢 就是咱们就关于TikTok咱就说这么多了 这个事情其实跟最近两天发生的另外两件事情也有关系 一个事情是在 在7月28号的时候 华盛顿时报 就是Washington Times 它有一篇报道说美国准备大幅的削减 中共驻美国的外交官 中共驻美国的外交官的话 就是说大概这个人数啊 我们其实并不太清楚 但是我们知道 光中共 驻华盛顿大使馆 一个地方就有245名外交官 那么美国在中共驻 这个外交官有多少呢 美国在中国大陆是5个领馆 是吧 北京、上海、广州 然后武汉和沈阳 现在成都已经关了 是吧 那然后呢 我也查不到具体的人数 但是我看到一个数据 就是当时这个武汉大使馆 在这个 建那个 新馆的时候 他要建一个新的建筑 是吧 当时那个领事有一个发言 他说这个武汉领事馆大概将来有30名外交官 就是美国驻武汉领馆大概30名 那我估计沈阳可能也差不多 广州、北京跟上海可能多一些 是吧 就是美国驻中共的那边的领事人员的话 我猜测大概大概在两三百左右 而中共驻美国大使馆 一个地方就245个人 所以再加上其它别的就是像什么旧金山、洛杉矶、芝加哥、西雅图 所以我觉得就是中共在美国这边的住的外交官的人数 要多于美国在中共那边住的外交官的人数 现在美国就说 我应该跟你采取一种对等的原则 我派多少人 你派多少人 为什么会这样 就是因为中共已经知道 很多领事馆在美国它其实是从事很多间谍活动 我也搞不清楚谁是间谍 反正就你们人尽量多回去一点 人少一点的话 我管理方便一点 这个是 为了防止中共往美国这种情报的渗透 我刚才讲比如TikTok它是通过技术的方法渗透 中资收购是金融的方法渗透 外交官他是通过这种外交的途径渗透 那么还有一种渗透就是通过媒体 现在也是昨天下午的时候我看到一个新闻 也是胡锡进在他自己的个人微博上发一条消息 感觉很怒 说现在 中共那边有很多驻美国的记者在申请签证延期的时候 没有一个获得美国的批准 这感觉好像是要把所有的 中共驻美国的记者全部给赶走一样 胡锡进说话当然是很夸张 他是为了煽动这种民族主义的情绪 实际上是因为在3月份的时候美国当时通过了一个 就是像法案似的 让中共在美国的记者和在 美国驻中共的记者也要尽量遵循一种 人数上对等的原则 然后当时是把五个 中共驻美国的所谓的媒体作为 政府的实体 作为外交官 同样的待遇 这五个媒体就像什么新华社呀 像CGTN 中共海外的电视台 然后像人民日报啊 像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啊什么就是中国日报 一共是这五家 中共控制的喉舌作为 与外交官同样对待 就是限制你们的人数 当时这五家 中共的喉舌驻美国的人数是160个人 然后美国当时说给它砍 砍到100个人 这样的话有60多个记者 没有签证他们就只能回国了 这一次的话胡怡进说有40多个记者签证没有获得延期 也就是美国现在要进一步压缩这五家喉舌 在美国的人数压缩到50到60人 那么当然我相信其实中共在美国的这个记者人数远远不止100人 现在美国派到中国的记者人数大概是100人 中共在美国的记者人数远远不止100人 因为除了上述五家喉舌之外的话还有像什么凤凰卫视这种 就是表面上好像是香港其实是大外宣这样的媒体 在美国也是有记者的 所以 美国现在赶走一些中共的记者 它也是防止中共对美国的渗透 所以我们看到这些事情 什么TikTok呀什么外交官人数对等 什么一些中共在美国的记者不给严签证等等 其实它背后都有一条主线 这条主线就是反渗透 但是我觉得美国这么做还是不够的 因为还有两个领域我觉得 美国人要注意的 第一个领域的话就是说很多其实中共在美国的渗透 并不是通过派出出外记者的方式 它是控制很多直接控制海外的那些大的媒体 我相信像什么纽约时报啊像路透社 包括像彭博社呀就是 很多海外大的媒体金融时报等等它里面都有中共的 特额或者是间谍在里面 因为什么呢因为我 昨天看到了一个新闻也是让人很吃惊的一个新闻 就是清华大学的新闻学院 我们知道清华大学是 北京的新闻学院 它的宗旨就是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原理 来培养马克思主义的记者 就是按照马克思的那套东西来进行新闻的报道 或者说新闻的叙事 或者说是新闻的宣传 那么如果你要给它培养记者的话 你等于就是培养马克思主义的记者 那么 结果呢我看到 一个消息 这个消息就是讲 很多美国的媒体 很多西方的媒体 包括西方的一些基金会 还有包括这个西方的银行 他们都在赞助清华大学的这个项目 就是帮助他们 把清华大学培养完的这些记者带到美国来 或者带到路透社或者带到 这个像金融时报之类的 彭博社之类的 干什么呢 让他们在那里面做英特尔 你在那里面做英特尔的话 你基本上来说的话就是中共间谍嘛 你完全可以把中共用的那一套东西 放到路透社的报道或者放到纽约时报的报道里面去 我看到的那个清单很长啊 有CNN 然后呢这都不是我瞎编的 清华大学自己的那个网页上就这么登的 有CNN、有金融时报、有彭博社 然后的话还有那个Bank of America 就是那个美国银行 然后还有这个就是有两个基金会 还有一些其它别的机构反正是挺多的 所以你会看到 实际上就是中共对美国的渗透 它的很多那个方法你根本就想象不到了 所以我觉得这方面的话 美国真的是有很多工作需要做 那么当然还有就是中共在渗透美国的政界 这个是三天之前我看到一个报道 就是在Fox News上 我们多次提到过这个人就是 美国参议院的那个司法委员会 对少数党领袖就是Dianne Feinstein Dianne Feinstein Dianne Feinstein他做老牌的那个 就是资深的参议员做了很多很多年了 我忘了是30多年还是40多年资深的参议员 这个Dianne Feinstein 跟江泽民本人的就是私人关系都很好 然后他的司机不是被 联邦调查局揭露出来就是中共的间谍吗 然后川普在2018年的时候在推特上说 说这个Dianne Feinstein你用中共的间谍做你的司机 那个司机给他开了7年的车大概好像是 具体的一段时间我记不太清楚 这个大家一搜就搜到了 当时那个 Finstein就是知道这个事之后的话他都石化了 我们中国人讲石化了 这惊得就 不知道应该说什么好了 但是我想说什么呢 我想说实际上 中共对他 就是Finstein这种人的洗脑 咱们就不说渗透 就对他的那种洗脑真的是很厉害 三天之前在开会的时候 当时讨论一个什么事 参议院的司法委员会在讨论的时候 Finstein就说 我不支持美国人因为新冠病毒的问题去起诉中共 他说中共是一个值得尊敬的一个什么组织 说了一堆东西 都是中共大外宣的那套话 他就这样明目张胆的这样讲 不加分辨的这样讲 所以实际上我想说是什么呢 实际上就是 中共对于美国的政界的渗透也是非常严重的 我们在7月23号当时 蓬佩奥 发表灭共宣言之后 我们不是当天做了一期节目 第二天嘛 做了一期节目 我们说 美国如果真的想跟共产党对抗的话 需要跨过四个坎 其中一个坎呢 就是中共对美国的渗透的问题 今天讲了讲大家可能 可能会想到 这方面的工作真的还是挺严重的 任重道远 今天我们从TikTok 是不是应该被微软收购这个事儿 会不会对美国的国家安全造成威胁 咱们就 引出这样一番话 好了 那么咱们今天的节目就说这么多了 如果你要是对我们谈的内容感兴趣的话呢 欢迎您订阅和传播这个频道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请患读 请不吭 请不吭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